好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來我們的 沒有人生經歷 然後工作也沒有社會經歷的 AJ來幫你解惑 人生的沒陰陽廣播節目 好 那如果你有任何 想要問的問題 影片的下方都會有這個問答箱 這個問答箱你可以 把你的問題匿名或者是 你想留個名字都可以 然後可以來問我你的問題 不一定會提到你但是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Discord 也記得要加入Discord連結 影片也都有放 如果你是看直播的朋友Discord連結 就在我們的直播的標題上 可以直接點進去 好 那首先是 我們第一位同學 沒有留名字 首先他說 我最近交到女朋友但我沒有喜歡 自己到認為會有人 喜歡我的程度 有點老口 每次見面都心驚膽戰的 畢竟算是我的初戀 所以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是那種假如女性的自己 遇到自己 你這個假設真有趣 我認為我不會以獵人的角度上 喜歡上自己的那種人 一直沒有安全感 感覺害怕對方隨時會劈腿或甩了我 不確定對方是不是隨便玩玩 希望不是 時常會有一種 他還喜歡我嗎 會不會對我已經沒感覺了 之類的 沒安全感 我該怎麼辦呢 請不要說直接跟他談談 畢竟我怕他的回應 是我所恐懼的答案 暫時先這樣 越想越怕 未來還會再提後續的問題 拜託選我先去旁邊哭了 我個人覺得 先去跟他談談 不是阿 這種問題你真的是要 需要跟你的 女朋友好好溝通 我覺得你才能得到一個 解答 其實我跟你算是比較相近的類型的人 但我覺得我就是 比較跟 比較跟菱形有在做這個 溝通 然後我覺得有 黃河我這個狀態 我覺得我會有這種 其實我對 談戀愛的感覺 其實一開始比較像是 朝著一個 不會有結果的狀態 以前提去 去思考的感覺 比較 算是比較消極的 的一種 想法在 就是覺得我們就是談個戀愛 然後也不一定會有 會有 結果什麼的 的想法之類的 那 所以 呃 所以我覺得當 其實我覺得 這是菱形 我在跟菱形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 讓我滿 驚豔的一件事 就是這一件事 滿 滿顛覆我自己的 原本的一個觀念 因為我原本有 其實有跟他說我們 就是我們 這件事 我覺得我好像講過 反正我 我當時就是覺得 我們可能也 不會就是在一起 在一起 到最後到結婚之類的 不一定 一開始在一起 就想那麼遠也太多 想太多了 那我覺得為了我們彼此好 我們不要在 網路上有太多的 就是我們可以公開我們在一起 但是我們不要 然後 就是放對方的影片 在自己頻道上 或者是 太常 塞一些我們自己 相關的東西 沒關係 我根本沒有這煩惱 因為 我根本沒有女朋友 感謝STARK0302 大大感謝兩個月訂閱 謝謝 對 反正 呃 對當時我 我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我們都不要有 太多彼此的東西 這樣子哪一天我們分手了 我們在彼此的 的平台上 都是乾淨的 就是也不會太有未來的麻煩 因為你知道網路情侶 網路情侶 在一起 分手之後 都會有很多有的沒的 就是 就是 留在對方頻道的東西 之類的 咳 那 但是 零星當時跟我講了一個點 我覺得 我自己真的突然覺得好像有一種 還蠻有道理的感覺 就是 為什麼要用這種 一定會分手為前提的想法 在交往的感覺 雖然我覺得 痾 我覺得 這樣子好像比較保護彼此 比較 讓彼此比較安全 但這樣確實是有一種 我們是在 一個 痾 痾 會分手的前提在交往的 一個 應該說我啦 我是以這種 這種想法 在 在 在經營 在應該說這種想法 然後跟人家在一起的感覺 這樣好像很 很微妙 然後後來我也突然 我也覺得 痾 這樣想好像又太消極了 然後後來 所以我後來 後來我們就覺得就 後來我也跟他達成公司 我就覺得那就算了 就是 我們就快樂的度過 度過吧 就是 不論 結果是如何 至少我們現在是 快樂的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 也不是很在意的 就是 發一些我們的 影片也好 或是 拍對方的照片 然後 上傳啊 現實動態什麼的 就盡量的 想放閃就放閃 然後 或是想怎樣就怎樣 不論在交友圈也好 不論在私下交友圈也好 或在公開網路平台也好 我們 就是很自然的做我們自己 痾 雖然 就是我說的 就是我之前講的 也許我們哪一天真的 分開了 可是也許會變成一部分的痛苦 但是如果 要 擔憂這種 這麼 未來 而且也不一定會知道 發生的 會不會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的事 然後又要讓現在的我們 變得 綁手綁腳不快樂的話 就是 何必要讓自己變成這樣呢 所以我們後來就 後來我們的交往的 狀態就變成現在這樣 就是我們想要 發影片 或是想要一起拍片什麼的 我們就 就是比較自然 對阿 對阿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我跟他溝通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溝通其實 真的蠻重要的啦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要跟你現在的女朋友 好好溝通 你才能 也許你才會有一個答案 在 好 那我們 雖然 雖然你說 希望不要 建議你去跟他談談 但是 我的建議就是去跟他談談 這樣子 好 下一題 AJ你好 學生時期跟出了社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感覺當然就是每天為了錢煩惱 為了錢忍氣吞聲 然後逐漸變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 感覺出了社會必須面對許多現實的壓力 但自己不知道將來要走什麼道路 為什麼有些人最後可以實現夢想 有些人變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 這些人的人生是有什麼是不同呢 發現寫的有點難 追尋自己的夢想卻又不知道該如何做的高中生 我覺得學生時期跟出了社會 真的就是從一個理想變到現實的狀態 學生時期大部分的事情都會想很理想 其實我學生時期就是一個 蠻在 蠻有想法在 試著去實踐一些理想 覺得很理想的事情的人 然後 現在回頭一看會覺得自己當時 過分的理想 然後 真的有點好笑 但是也 怎麼說 就有一種真的 回頭一看會覺得 大人為什麼會這樣看 當時的 大人為什麼會這樣子看 年輕的那些高中生大學生 這麼有理想 但他們會有點遲笑他們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我現在的 現在的我可以理解 因為像 講最簡單的可能是我 我以前可能大學的時候吧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很喜歡玩社團 高中生的吉他社 然後 跟一些熱舞社的也略有 知一二他們的狀態 所以我後來也有想過一個 是我們可以做一個 高中生 的社團相關的雜誌 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有這個發想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 也有在做這個 討論 然後也要做設計 也找了一些 適合的人選 做 美術的部分也好 然後 或者是 跟我一起做 編輯的部分也好 然後 然後 後來也有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 直接找一些 算是 就是找大人 來談這件事情 但以大人的角度來看 可能都 目前來說都好像 並不是很優 那當時可能也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別人 為什麼大人會 覺得我們 做不到 或者是覺得我們這個想法 沒有很 沒有很OK 之類的 但後來 就是 可是當然後來 我們最後也沒有做成 就是我們後來 也是因為一些 工作的關係 課業的關係 最後這件事情 就漸漸 沒有那麼 然後後來就漸漸 也散了 然後後來 長大之後 開始 現在長 長比較大了 回頭去 想這些事情 比較理想的一些 做法 的時候 會發現自己 根本就沒有 真正的想過 要怎麼去 去完整的運行這件事情 它看起來 很 很理想 然後也有很 幫助到一些 例如說我們的 雜誌可能是會宣傳一些 採訪一些 高中社團的人 然後可能採訪一些 他們的活動 然後宣傳 然後合作 跟一些廠商做宣傳來 拿資金 但是 這些宣傳對那些廠商 有沒有足夠的效益 然後我們拿的資金 能不能支撐 支撐這一整本 雜誌的製作等等的 其實根本都是 不足的 那 所以你現在 其實長大之後 回頭想這些事情 根本就是 當時我們的 構想根本是 不夠多也不夠現實的 那所以其實 為什麼越大 你會越為錢煩惱 就是因為你 搞懂了越多東西 你搞懂了越多東西 你越知道所有的 東西的基礎 都是用錢堆起來的 你沒有錢 為基礎 你大部分的事情 是堆不起來的 你要營運任何的東西 的基礎 都是錢 咳 所以 對 就是 呵呵呵呵 跟 跟艾米亞一樣 想要殺死過去的自己 覺得自己 愚蠢 過去愚蠢自己 非常的愚蠢 唉 不過 我覺得如果能保持以前的 理想 然後再慢慢的去改 學會的現實 再去改進 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像我 你要說我現在 比較想要 比較理想 比較想要實現的事情 我會覺得 如果我能賺錢 然後 或是 然後能 幫助 一部 幫助一些 幫助 台灣的動畫作品 台灣的文創產業的 漫畫 好的 我喜歡的 我覺得 會是我 蠻 蠻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我會希望有一天 如果我真的 嘖 好蠻有錢 也不 不用到 什麼超級有錢人啦 但是可能 一個月花 三四萬塊 然後養一個人 是OK的一件事情的話 是我覺得 手頭有 有餘可以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 會希望 能不能有一個模式是 培養一個漫畫家 穩定的給他一筆收入 然後 例如說三萬到四萬 然後 不過這樣還要再算到 工作室跟 跟助手費 可能要六萬到十萬以上吧 可能穩固的 算是綁 綁定一個漫畫家 之類的 讓他可以穩定工作 對啊 我可能會有這種 我可能 就是我之前有想過的一些 一些東西 當然沒有認真的想 就是有想過 如果我未來有錢 我想要做些什麼 對啊 或者是有機會的話 真的有辦法 可以協助一些動畫 之類的 這可能是我現在比較 比較 偏理想跟現實 結合在一起的 一個未來的一個想法 這樣子 啊 啊 等我一下喔 啊 等我一下喔 好 嘿 呃 對 我覺得 出社會之後 最大的差異就是 對 算是危險煩惱 是沒錯啦 不過我覺得那就是現實 唉 好 那 下一題 以前 應該是以前吧 還是以 AJ常常提到的 不失去 對工作的熱情 為前提 AJ有想要 如何變得有名 或是賺更多錢嗎 唉呀 這 幹嘛 想要變得更有錢 可能要玩更多的手遊 吧 其實我是想要 我覺得應該要想更 應該要更努力的 再出一些 手遊相關的影片 因為以賺錢來說的話 我的方向 比較是用手遊在賺 做動畫 比較是 做我自己的興趣而已 所以 嗯 等一下喔 怎樣有人在Discord我刷屏 稍等我一下 什麼鬼東西啊 然後 把它封鎖 然後 然後 踢出 等一下喔 我管一下我的Discord 刷屏 踢出 好了 好 總之就是 然後要賺錢的方向的話 應該是要 先 先多做手遊的方向吧 因為目前手遊還是比較賺錢的趨勢 就是 像我自己 自己目前 喜歡的東西跟賺錢的東西 就是一個比較微妙的狀態 就是 做動畫 我喜歡 但是做動畫 相對的花時間 雖然它 可能受到蠻多人的愛戴 但是 它並沒有 很有效的換 換成收益 那 做手遊的CP值很高 就是 我雖然做的不算多 但是 但是就是 它賺的蠻多的 就是一個蠻微妙的狀態 等一下 Sorry 有啊 我接到必然航線 但是 就是 目前沒那麼多啦 就是 一個月 一到兩款 這樣子 雖然一個月一到兩款 算是蠻夠用的 但如果 應該說 因為我自己也是蠻 有在挑 因為我不希望 就是 太鳥的遊戲 出現在我的 不想要一些太鳥的遊戲 出現在我的 頻道上 所以我還是會挑一下 這樣子 所以 我目前就是 一個月可能 有五款手遊出來 出來問我要不要工商 但我可能只會挑 一款 或是兩款 了不起 通常只會挑到兩款 這樣子 那 所以我覺得 我在手遊方面 可能要再更下多一點功夫 那 能 接到更多的工商的機會 那 就有機會挑到 比較好的遊戲 這樣子 對啦 因為遊戲方向還是 賺得比較多錢的 動畫方向 目前 以我的做法來說 我不是說別人 可能別人在做動畫 相關的影片 賺得很多 可能是他的能力 但是我的話 我的做法 我賺不太到 我做動畫相關的影片 賺不太到錢的 所以我可能 要在手遊方面 再多努力一點才行 貓戰玩到哪 我目前 等級排行快到 1400 然後 玩到 未來3 對 未來3 然後 要怎麼變得 更有名的話 我是 沒特別想法 我覺得這種東西 只能順其自然 因為我覺得 台灣在 就是 以 這種 非大眾向的 喔 非大眾向的 動漫領域 這種 偏 就是很窄巷的這一塊 就是深夜動畫 這一類的 的 youtuber 的一個 範圍 我覺得差不多就做到這邊了 我覺得 我再怎麼 努力 頂多就是現在再加10萬 上下 就是我如果 持續focus在這個 這個圈圈的話 再怎麼努力 差不多這樣吧 那我覺得 要再往上 你就是要拓展領域了 要嘛就是 走更大眾向一點的 或是走懷舊向一點的 或是做其他的東西 目前是有想講一些電影的啦 等等 然後還有 手遊的 手遊的 我是想要 再努力看看能不能把副頻道 也把 副頻道的手遊也 擴開來 如果 如果手遊的 手遊的 能在副頻道做的話 我想分到副頻道做 但目前來說 還沒辦法 那 目前來說可能要在 可能 之後可能會稍微發展一些 可能會做一些電影的評論 因為我自己其實 本來就很愛看電影 對 看的其實也不算太少 所以要講電影也是可以講的 那電影領域的話 有 有機會更能擴張一些 呃 觀眾的觸及這樣子 然後 加上我自己其實 看Netflix的 節目 其實 蠻多的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 講一些 我看Netflix的一些相關節目 我自己可以 現在可以推薦幾個 我覺得蠻好看的 一個是Final Table Final Table 他應該叫做 決戰餐桌 但是我覺得 呃 因為我以前很愛看 那個 Golden Ramsey的 那個 呃 Master Chief 叫什麼 什麼主廚 什麼什麼 頂尖主廚 決戰大廚 啊我忘記了 Master Chief叫什麼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高登 廚生高登主持的 那個 啊廚生當道 廚生當道 廚生當道 廚生 廚生當道那個 那個 就是我以前還沒看廚生當道的 然後但是我後來看了Final Table之後 我覺得更 我覺得更 更更更更 我覺得更喜歡 因為Final Table他是 呃 那個 很多頂尖廚師在 PK的 就是 Master Chief比較素人一點 比較素一點 但是 Final Table比較 都是專業的廚師在 比賽 所以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你的肉他媽超生 這種狀況 它裡面都是 喔 這道菜很難做 然後 完美呈現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Final Table看起來很 很爽 就是看 這些人全部都是 每個都是什麼 米其林二星餐廳主廚啊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 得過什麼 廚神大獎啊 什麼 都超屌的 一群廚師 然後他們就來 PK這個 這個項目 然後那個節目也很丟啊 超丟 他就直接說 我們節目沒有什麼 百萬獎金 我們節目只有 一個虛榮 就是只有一個 你只會得到一個 獲勝的虛榮而已 但我覺得超屌的 就是 他直接表明我們沒有獎金 只有一個名號 就是 你就是 成為那個 除神 這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節目 就是很直接的 很好看 推薦可以 推薦可以看看那個 Final Table 然後還有另一個節目 叫做 玩具的誕生 應該叫玩具的誕生吧 我也忘記 反正叫玩具 玩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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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有趣 他就是介紹各個 知名玩具 是怎麼誕生的 例如什麼 Barbie啊 或者是 那個 變形金剛啊 星系大戰的周邊玩具啊 他們是 他們的創造的歷程故事 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這些 玩具 哇靠 一年賣一億五千萬美金 之類的 天文數字 就覺得 哇 這些塑膠 真是他媽貴 真是他媽賺錢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所以 我自己就是還 滿愛看 Netflix的一些節目的 然後所以 之後可能會 做一些 Netflix的一些節目的 一些介紹啊 還有一些電影的 評論等等 都會 可能會做一些相關的 來 擴展我的 可能領域吧 我有在想 因為目前我有幾個 已經設置好要做的了 目前 如果 要做 這類節目 的Netflix上 看的一些電影 或節目的話 我第一個應該會做的是 是那個 之前超越方有做過的 一個節目 的一部電影 叫 國王的音樂節 因為那個 故事 讓我有一點點 怎麼說 一點點連結 一點點感觸 因為我自己也發生過 類似的 的 的一點點的事情 不能說完全相似 但是有一點點 人生相關的一些 遇過類似的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 這部 這個節目 讓我特別有感覺 所以我會想想講 這個 應該算電影啦 紀錄片 應該算紀錄片 枉廢的東西能剪片嗎 基本上剪 剪那個 那個 PV 都不太 不太會管 PV通常不太管 對啦 目前說要如何變得更有名 或賺更多錢的 兩個方向 大概是這樣吧 現在Youtube生態 越來越複雜 其實也不是越來越複雜 就是每個 每個 每個東西都有它的 它的一個 極限在 就是 我覺得我這一塊的 極限我差不多做到這 那你不轉就是 你要嘛就是要去拓展更大的方向 例如去對岸發展 但是我目前的狀態 目前我覺得 在B站的發展 越來越 越來越 微妙 因為你現在賺到錢 你要拿出來 其實有點難 所以我覺得現在把重心 還是放在台灣發展 會比較 比較好 我之前 我大概前年的狀態 是 我收入的核心 可能是在B站 應該是我前幾年的收入核心 其實都是在B站 大概在 這個我目前頻道已經四年嘛 我可能有兩年 兩年到三 兩年到兩年半 應該說 對 差不多兩年到兩年半的 的收入的重心 幾乎都是在B站 然後到這一年 多才開始轉回到台灣這樣 但是目前的狀態來說 我覺得在 台灣的經營是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的 所以我目前比較focus在台灣 所以我以前可能比較不會做 做就是 focus在台灣的某個項目的節目 我要做的節目 一定都是 大家都能看的 在B站 的人看得懂的 在YouTube的人也看得懂的節目 但是 現在來說 如果 focus在台灣的話 我可能就會做一些 台灣的 focus的一些項目的節目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下一題 我覺得非常的微妙的一個問題 呃 第一次 做 就 花錢喝茶 很可悲嗎 要我老實講的話 我覺得 有一點可悲 拉 我覺得 有一點可悲 拉 雖然我不是想要 我不是想要酸你 或嘲笑你 但我覺得有一點可悲 沒錯 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第一次還是 跟 喜歡的人做會 比較好 對 好 下一題 好 大家可以跟我說 宅男宅女交往的好處嗎 本人宅女 非常喜 常 非宅的朋友 擔心 交不到男朋友 但我跟她說 找一個宅男 交往就是我的理想 欸 欸 欸 宅男宅女交往 我覺得當然是不錯啊 就是 呃 你們彼此可以 就是交換一些 交流一些 有的沒的 然後你們都可以 體諒對方 就是看一些有的沒的 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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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之類的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拉 就是 有些人可能覺得 宅男 例如說 我不知道你們是婦女 就是 有些人 有些 宅女可能覺得 我 遇到宅男的男朋友 他可能就能尊重我婦女的 傾向 但是我覺得 這還真是不一定 欸 有些可能是宅男 但他可能又覺得 呃 婦女 奇怪 為什麼要喜歡男生跟男生互搞 對 就是 我覺得還是 有一些宅男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覺得你不是要 我覺得你需要的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一個宅男 而是 能尊重你的一個 男朋友 能尊 能尊重你的 興趣的男生 他不一定要是宅男 但他要 他是能尊重你興趣的人 那如果他今天是宅男 但他 他還是覺得 你為什麼要看這個 我奇怪 我覺得 還是 那還是很有問題 對 所以總之如果你覺得 今天這個宅男 剛好是你覺得 你理想的 對象的話 你還是可以 你還是要稍微跟他聊一下他對 俯相作品的一個看法 這樣子 那宅男宅女交往 如果 彼此都互相尊重 那 那交往起來當然是會 蠻好的 像我跟菱形也會 交互推坑一些作品 像之前我推坑他 帶他去看普羅米亞 然後就硬推他去看 看天文突破 然後還有 推他看九九 然後像他也有推我看那個 Yuri on Ice 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有一起很快樂的 看強風吹服 這樣子 我們 有各自的 看點 這樣子 對阿 就是互相推他看一些作品 都還蠻快樂的 然後 每次要去西門 可能會去逛個 逛個阿力梅特阿 然後逛個 逛個雜誌風 然後 或者是有 要去逛地下的一些 就是彼此都覺得 都是可以逛得很開心的 所以 對阿 確實 有相同嗜好的男女朋友 是還蠻快樂的 好 下一題 來 嘖 跳一跳去 好 呵呵 什麼各自 你是不是又要說我只看服 你是阿 我沒有阿 好好好 好好好 好了 現在 現在讀的科系 越來越沒興趣 但大家又怕轉系 還是沒興趣 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欸 大部分的科系 你讀完最後也都還是不會做 你相關科系的工作阿 有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會這樣做 通常一個系讀完 除非你是那種 前三志願的學校 不然大部分的 不然大部分的學校 讀完出來的 大概有一半都不會去做本科系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知道 你如果對科系沒興趣 但你知道你有什麼 對什麼有興趣 也許你轉不過去 但是你 能在 花私底下的時間 去好好發展你這個興趣 然後如果未來有可能成為工作的話 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我覺得興趣是不要放棄阿 一方面興趣是你喜歡的事情 那 那另一方面是 如果你 努力的鑽研 也許有一天它能 成為你 額外的收入 或者是 什麼也好 這樣子 我不確定 例如說你對 影視很有 例如說你很喜歡看實況 你很喜歡看實況 看實況精華 然後有一天 欸 有人在 你喜歡的實況主在增剪接師 欸 你幫他剪 然後剪得還不錯 然後他可能就可以 欸 還給你額外的一筆收入 這樣子 那可能就會成為一個 不錯的合作 對啊 像是 那個 藍貓的剪接師 國獸 他剪接的 剪得很好 這個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那我自己也有找他剪 那我 自己覺得 他算是 他剪得很好 所以他當然價位 也是有一定的價位在 他有他的價格在 那 那就是他 本身有 專研有興趣 有興趣看實況 也有在專研 剪接 然後 然後 他後來也就 後來我 在我 得知的狀態下 他其實 有接 蠻多其他實況主的 那這樣我自己 我自己私下 自己偷這樣 算一算 其實 他多做了剪接這項 這個項目 其實幫他多了 應該是有多了 一些收入在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有任何的興趣 都還是可以好好的 他的培養去保留他 因為 也許哪一天他能成為你的 你的一個 嗯 額外的收入工作機會也好 不一定 對啊 所以我覺得 科系也許 不符合你的期待 但你也可以 你就雖然沒興趣 還是把它好好讀完 畢竟都讀到這裡了 現在 的工作 大部分都還是要求要大學的 大學畢業呢 就至少大學畢業讀完 但你的興趣還是好好保留 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 現在的影片都自己剪嗎 當然不是啊 都給野蝶剪 野蝶比較便宜 不是啦 就是 你知道 我對野蝶的要求也不多 我對野蝶的要求真的很少 我對野蝶的要求我覺得 不過分 不過分 好 下一題 如果你有想要剪一些 就是真的很廢的片的話 就是 因為我自己有一些 就是什麼 一些遊戲實況啦 然後 例如說 那個那個 這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種 六個小時的 隻狼影片 或是 四個小時的 薩爾達 我真的是有點懶得動他 但是直接上傳又不是很想 對那種影片如果你有想剪的話 而且你可以給我很便宜的價格的話 你可以問問看我 不過你還是要給我看一下你的作品集啊 所以對果獸比較殘忍 當然要啊 畢竟 果獸比較貴嘛 所以對果獸要 就是要 要求一下 欸這個我想要加這個什麼什麼 這個 我要加那個什麼什麼 這個我要 的特效 這個我要 當然可以要求一下 欸 畢竟他比較貴吧 好 下一題 好 有位很好 很要好的異性朋友 國中時期一直到高中認識快六年 有一天 音訊全無FBIG一類 也通通被他 山友 欸 想問問有 類 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那可以幫忙推測出 我做了什麼 導致這個 行為嗎 那個人最後一次聯繫 他也沒吵架一類的 就是毫無預兆少的一個自由 有點難過 欸 欸 這一個 這一個 我真的是沒發生過 不過我自己覺得 當然這只是完全無牢 因為你也沒說 你跟他發生了什麼行為啊 什麼 什麼東西啊 之類的 所以我真的無法 完全的判斷出 你的狀況 但我只能說 他可能私下其實不是很喜歡 他可能私下 可能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相處 你完全沒有談到 所以我不知道你跟他相處狀態 有人說你想幹他被他發現 呵呵呵 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你跟他相處 所以我只能說 你可能在跟他相處上 讓他有點 有可能有不喜歡 我自己在猜測 然後或者是你個人的行為上 是他不喜歡的 或者是你跟他 或者是你支持 你支持的是韓國瑜 他支持的是蔡英文 他可能不喜歡 呵呵 之類的 有各種可能性 但我覺得通 我自己的猜測 是你可能 一個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猜測 是你可能 其實私下跟他的一些 痰 談吐上 是讓他不喜歡的 我才知道 因為 我說真的 我自己也有發生過 就是我一直以為 我跟這個人的相處是 很OK的 然後他有一天 就突然大爆發給我看 然後我自己也是他媽嚇到 然後我甚至不知道 我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對他來說很 很 不爽 那當然我話來 就是他跟我講完之後 我就是有改進這樣子 但他不跟我說之前 我真的他媽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 有這種情形在 但這個女生 對你的 可能就是 你連爆發的這個機會 他都不給了 就是 他的爆發 就是直接刪你好友了 對 有可能是 這個樣子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自己 有這種猜測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 你對他 有什麼 你對他的一些行為 讓他有什麼 不喜歡的地方 然後他在某一天 可能真的就爆發了 然後就 把你給刪了 那或者是 他有一種可能 他實際上一直都 都覺得你很煩 然後會跟他的 好姐妹聊天的時候 他就會說 這個男的好煩喔 好激活 一天到晚跟我聊天 自己以為跟我很好 然後 然後那個 他的好閨蜜就說 哎唷 把他刪了啦 刪他FP給IG 他說不要啦 好尷尬喔 然後後來 他的好閨蜜 就把他手機拿過來 來 我幫你刪了 啊 不要漏了 然後 然後他就說 幹真的刪了耶 好了那我IG也刪掉好了 叮 然後他全刪了 也就是有這種可能的 欸 我覺得我這個幻想 其實蠻結切的現實 我覺得現實中 已經發生過這種鳥屍 好啦 對 以上就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當然啦 我只能說 你完全沒有跟我講 一些詳細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你跟他的相處狀況 所以我只能說 我隨便亂猜的 欸 有問題 對 有問題真的要說 不是人都有屠心術 為什麼你這麼熟練 哈哈哈哈 喔 太真實 那個神仙給他阿上 好 下一題下一題 我目前是個 我目前是個 準會考生 然後家人身邊的好友 都在談孫玄相關的話題 那我本人會感到 十分反感會不會很奇怪 不會 很正常的 我也不知道未來 要就讀高中還是高職 也十分確定自己的信息 不可能當工作的 那請問這裡 到底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考試這種東西 我覺得還是盡你的 120分的努力吧 就是考大考這種事情 不管你平常再鹹魚 你還是要在這個時候 盡你120分的努力 因為你平常就很 鹹魚的話 在大考關鍵才開始讀 除非你天之聰明啦 多少都有這種天之聰明的人 一年就能讀到 讀到就是 建宗台大啦 或者是什麼 就讀到他要的第一次職員 但多數人還是 就是在最後一年 發揮120%的實力 頂多就是 在自己 平常成績 再往上個30% 再上去的一個狀態 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 都還是盡力 為什麼要盡力呢 你選擇才會多 你選擇多了 你自然有空間 去 才有空間去思考 你要去選哪一個學校 或是選你想要的方向 如果你現在不努力 然後你在最後才想幹我 好想讀這一間喔 但我他媽讀不到 你這時候才開始後悔 就來不及了 不然你就要再讀一年了 所以 不管怎麼樣 先好好的努力吧 那會不會反感升學話題 多少都會啦 多少都會 就是自己 每天就已經壓力很大了 每天還要聽你爸媽聊這件事情 呃 呃 然後還有 確信自己的興趣 絕對不肯當工作 這一點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我覺得 呃 不要 不要因為自己覺得 興趣不能當工作 就 把自己的興趣捨棄掉 我覺得多少還是 保持你自己的興趣在 也許他有一天 會成為你在 意想不到的時候 意想不到的時候 可以 對 可以幫你一把的東西 也說不定 對 有時候很不相關的東西 也許都能幫到你 像 我跟你講一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個例子 啊 那個就是 就是 我的好朋友 他現在在越南工作 然後他算是那種 管 工廠的 的一些 算是經 管理人 然後後來他有一次要帶 呃 日本來的客戶 然後去參觀工廠 然後他們就一邊參觀 然後但是中間有點 就是稍微有點 迷之尷尬 就是沒有什麼好 沒什麼話好聊的 然後我朋友他這時候就聰明的想到 JUJU 欸 就問日本人 你有沒有 在看JUJU 然後他就 他就 歐歐歐歐歐歐歐 然後日本人就 他們就開始跟他聊JUJU STAR PLATINA 歐拉歐拉歐拉 Zawarudo 欸他們就是開始有了 共通的語言這樣子 對 所以你有時候也 你看就是開始 欸你就跟日本的客戶打好了關係 也許 也許 欸就升遷拉也說不定 也許你們就談好了一種 爭議拉也說不定 有沒有 有時候你的興趣可能會在你 意想不到的時候幫了你一把 是龜龜嗎 欸就是龜龜 對所以就是 欸要保持好 我覺得保持好自己的興趣 絕對不是什麼壞事 因為畢竟你喜歡嘛 你喜歡了 你喜歡的東西 他在你人生中 絕不會帶給你什麼缺點 至少你還是很快樂啊 好下一題 想問問傑哥對 藝術創作類的工作的看法 我自己是覺得 這真的是一件 很難的事情啊 很難 很難的一項工作 大部分的感覺就是 這個工作 能做的工作很少 然後又很 錢又很少 然後加上以台灣來說 對於藝術啊 設計類的 的這個尊重 還是沒有那麼高的 對啊所以 在台灣做藝術創作類工作 是相對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的看法目前是這樣 那其實還是有看到一些 蠻多藝術創作相關的工作的一些新聞 有的沒的 那也有一些真的很厲害的 例如到國外發展的啊也好 那我是覺得這個領域 它的range很廣 但是到最下面 但是應該說 一般來說 它不是那種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可以量產的工作 量產出這行業的學生的工作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 這個科系 例如說可能可能 藝術系 藝術類別的科系 畫畫的好 畫畫的藝術類的科系 你真的能出來當真的畫家的可能 也沒有那麼多個 我覺得 一個系可能搞不好出來真的在當畫家的可能 一百個人裡面可能只有十個不到吧 十個或十個不到 就像它跟那種 今天假設你今天是 最頂尖的 學校的 電子系 然後它可能 至少出來 大概應該會有一半 如果今天是台大電子 至少應該會有一半的人會想去電子公司工作吧 或者是有能力去電子公司工作 但是應該說至少是有能力去電子公司工作 想不想是另一回事 那 但是藝術類科系的 可能就算是最頂尖的 搞不好 十個 一百個裡面有十個 能真的在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都不一定有 因為這個門是感覺相對很窄的 因為它也不是那種 需要這麼多人在做的工作的感覺 我自己感覺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不是從事相關工作的 我只能說感覺 並不是有這麼多個職學要能給 藝術創作類的工作 但是每年還是有這麼多的藝術創作類的學生畢業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相對比較競爭 然後工作機會很少 然後基本的收入也沒特別高的一個工作 相對的困難 但是如果好好的進修 甚至往 我覺得這個行業真的是要往國外發展 如果你是這類組的 的學生或是相關工作的話 不往國外發展 感覺是相對 在台灣 直待在台灣是相對 比較困難的 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時候學話英文就變很重要了 好 下一題 浩傑這裡會看哪一類的YouTube頻道 和哪一類的實況 我有特別私心喜歡的YouTuber實況主嗎 恩... 我自己喔 來看一下 我來看看我自己的YouTube 打開我YouTube我有訂閱的 我自己 喜歡 最喜歡 最常看最常看的 大概就是志祺七七的 它有各種實施 菱形當然要除外阿 菱形就是已經放在TOP1 我們不會把菱形列入考量 像是我們今天要聊最喜歡的動畫 我們把啾啾阿 把物語系列放進來討論這個東西 就是不用討論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要先撇出那種最TOP的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其餘其他的 可以有空間討論的 那要說我比較常看的就是志祺阿 志祺就是聊了很多時事 然後也會分享各種的觀點這樣子 我覺得是 非常有 有用處的 有 重要 怎麼說 吸收各種資訊 對人生有幫助的頻道 這樣子 然後 回避成功 safe safe 強烈的求生欲望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推薦大家去看的 Videogame Donkey 他是外國的頻道 他應該是美國人吧 我不知道 然後 他的頻道 幾乎很多影片都有中文翻譯 所以 因為他是外國人 我通常 我真的是不太看外國頻道 因為我看不懂 因為我英文不好 日文也不好 除非他那個頻道 不講話的 就是那種 純作態不講話的頻道 那可以 但是 會講話的頻道 我大部分都不太看的 但是因為Dunky 他很多影片 都有人上中文翻譯 然後 所以我都會看 那Dunky的影片 大部分都是5分鐘上下 很短很輕鬆 然後他又是一個很好笑很酸的人 但是 他 酸的有一些是很沒事的梗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酸的點 有一點點高 你要對 因為他幾乎是講遊戲的啦 遊戲相關的 他 他講遊戲相關的 你要 你要 你要對遊戲產業 還是要稍微有一點點了解 你才 不一定要產業了解 這是最近的遊戲新聞 你要有一點了解 你才能 catch到他的梗 所以如果你是對 遊戲新聞啊 遊戲的資訊 蠻熟悉的 那你 我就會蠻推薦你看Dunky的 Dunky有一些 真的就是純粹 遊戲實況精華的剪接 很好笑 他真的很好笑 然後不然 他有時候也會做一些 遊戲的評論 其實他蠻多都是遊戲相關的評論 但他的評論 蠻有自己的一套見解的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蠻有風格的人 然後他也不是很 很 care說人家會覺得 因為他也常常會罵一些遊戲不好玩 什麼的 那你會得到一些負評 那但是還蠻 他還蠻就是 不care的 就是人家要賊他 什麼觀點他不太care這種人 他 他很有自己獨特的觀點 像他就表明他非常討厭回合這RPG 他覺得那個就是垃圾 他就直接表明 我像我 我只會說我不喜歡 他就說垃圾 他就覺得說垃圾 對他就覺得有 有核是RPG 他們就 就是他蠻無聊 這樣 我覺得Donkey的觀點是蠻有趣的 可以 可以看看他的節目 而且他是真的很好笑 他是真的很好笑 如果你要 要推薦的話 我找那個 他這樣我覺得最好笑的 內部在台灣很多FB 有人把他翻譯倒靠 上傳 很多 我記得也蠻多人上傳這一部 就是食人巨英這一部 還叫Less Guardian 臺灣是翻食人巨英還是最後守護者 我也不知道 我看一下喔 Donkey Less Guardian 這部應該是 有有有有有中翻 這部有六百多萬觀看 呵呵 這部真的他媽超好笑的 呵呵 這部真的他媽超好笑的 就是Donkey 你就打Donkey 然後 Less Guardian 就是食人巨英 這款遊戲 我自己 我有貼在那個 我貼在 貼在頻道上 我貼在聊天室上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這部真的是他媽的很好笑 呵呵呵呵 而且他是在他的本頻道上 有中文翻譯 因為 你看 如果你今天是看人家 上傳轉載的可能 他 點擊他就不會有收入 但是 今天是在他本頻道上 有人幫他上中文翻譯 所以我都會去看 而且這樣子也是 幫助他頻道有收入這樣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他的頻道 然後 還有萊斯 他會介紹各種遊戲 而且他 出的有夠快的 各種遊戲都有得看 而且不論是大作小作都有 然後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看一些 他介紹一些小作 然後 還有 還有什麼勒 看一下 喔 在台灣我在看的頻道 好像就這些了 眼球中央有一陣子很愛看 但最近 有點膩耶 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蜜月期過啊 就我之前有講過 我覺得大部分頻道都有蜜月期 我跟志祺七七的蜜月期比較長 因為我覺得 志祺七七他就是 持續有十次 所以你就會 持續去看 就有點是類似在看新聞頻道一樣 嗯 超立方 偶爾會看 呵呵呵 還有他的那個 桌遊頻道 桌遊頻道 我全 全都有看 呵呵呵 立方桌遊頻道 黑羽喔 挑 挑著看 呵呵 不是啊 黑羽有一些片真的很糞 然後 Gamker 也是會挑一些 我自己 有一些 有一些 有興趣的題材也會看 Gamker 老爹 我 沒什麼在看 我說真的 我真的很 其實我很多 Youtuber我真的沒在看 你要 你要說真的 我真的有 在看的頻道 大概就是我剛剛有講的那幾個 就真的就那幾個 其他我真的是沒在看 懶貓 我也 蠻 少在看 其實 其實我真的很少在看人家的遊戲精華 除了 除了Donkey以外 我真的蠻少在看人家的遊戲精華 什麼的 所以我其實 其實藍貓 其實大家知道藍貓的梗都很快 但是我真的很慢才知道 因為我 我很少在看實況 我也沒有在 我也沒有在看 他的 那個精華 還是少 真的很少 所以大家 都是大家特別推我的時候 欸 所以這集有講到你的什麼梗 然後我才 我才去看一下 然後趕快留個眼這樣 你覺得實際日常 碰到Youtuber的頻道 反而不太會看 呃對 其實我真的 我會遇到的Youtuber 的頻道 我都很 很少在看 我真的蠻常看的 真的就是志祺啦 我志祺 不知道他看什麼之後 我就會看萊斯 最近出了什麼 什麼遊戲 可以 可以 有什麼遊戲的 有趣的評論這樣 就是一些我好奇的遊戲 然後有時候我會看一下 他介紹一些 手遊的工商這樣 有跟你做連動 有 有FIT的 也會看啦 有FIT的也會看一下 畢竟有FIT 大概也會看一下 剪出來的感覺如何 大家對我的反應 是如何 我在這部影片的反應是如何 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吧 其餘樂我真的是 真的就只是 尊重訂閱 訂閱個尊重 然後就 就沒在看了 啊其實我 真的是沒在看Youtube 好這題聊得有點太久了 下一題 不行啊我覺得今天可能講一半差不多 今天已經講多 講了一個小時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先講一半好了 好下一題 好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有個很可愛的女生綁著雙馬尾 每次換作為 她總是故意選我前後左右 你確定她是故意的嗎 她搞不好 真的是 就是你知道 不小心 就是沒得選擇 哎呦呦呦呦 走到旁邊 不知道 她很喜歡我數學物理 她總是在教我國文 問我數學物理 然後她叫我管 我講錯了 她叫我國文 下課了也總是在座位上看小說 跟文學少女一樣 她在撕一張紙 然後開始吃 但就在國二下學期的第二個月考之後 她轉學了 然後高中到大學這段時間都沒見面了 就在剛升上大學三年級時 取得了聯絡 結果她已經變了另一個人 變成了婦女了 請問AJ我該怎麼辦呢 哎呀 我是覺得啦 你看你看 我這個就回到剛剛的那個 前面那一題就是說 想要跟 跟宅男交往的宅女同學 你看 就是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就是 宅男就會覺得 宅女就是會 你知道尊重 有些還是覺得 哎唷 婦女 為什麼 你知道還是會有這種人 你看我沒有亂講 我剛講完馬上就有了 對 那我覺得變成婦女也 沒什麼 也沒什麼該怎麼辦 你想怎麼樣 你問我該怎麼辦 就是你想要 你想要怎麼樣 你一定是有想要怎麼樣 才會問我怎麼辦 那你就 你就 你就主動一點 我覺得婦女沒什麼不好 其實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覺得 婦女還蠻可愛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之前我有跟靈行聊過這件事情 我其實 一直都覺得 婦女這個 這個 這個類別是 不知道 蠻可愛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蠻可愛的 想看男生護鋼 也不是這個原因啊 就是 不知道欸 對於 他們看到男生跟男生的互動會覺得 Kia Kawaii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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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覺得 或者是覺得 覺得 就是 就覺得他們的這種 恩 這種 不知道 這種想法 就覺得他們這種 類型的女生 好像 這種行為很可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所以 我覺得 婦女沒什麼不好啊 而且至少 但是他婦女他 也會應該 他既然都是婦女 他應該也會尊重你喜歡 就是 例如說你喜歡百合啊 或者你喜歡一些 有的沒的 他應該也會尊重你的 想法這樣子 那如果你能 尊重他的想法 他也能尊重你的想法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覺得婦女沒什麼不好啊 他們的包容度應該是 相對比較寬大的 對 所以就是你想要 你問我該怎麼辦 那就是你想要 你是不是想要 你是不是想要幹人家 啊不 你是不是想要追人家 那你就上吧 我覺得婦女是很可愛的 你是不是想要我尊重 你喜歡百合 喔沒有我還真的 沒特別喜歡百合 我就普通喜歡而已 而且我不喜歡太 太百合的那種百合 好 好下一題 欸對啊你好 我是從 開始看Lex之後 慢慢開始 注意到台灣的動漫評論 然後開始追了 現在也很喜歡廣播節目 讓我收到FGO幾百 多收到幾百項 很喜歡你的動畫評論 因為講講內心模糊 但因為表達力不夠 不太能用語言描述出來的真實情感 當時一看到你的影片 就覺得 對我就是這樣的 這麼想的 看到有人終於把心中的想法 去取說出來的感動 讓我能夠繼續追到現在 以下正題 好謝謝謝謝謝謝 感謝大大 感謝你大一大 然後他說 欸啦我從小就 請問我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動畫歌曲 讀書的時候也喜歡 邊聽邊讀 但是因為家裡是個傳統家庭 父親也很嚴厲 讓自己不太敢 在家裡唱動漫歌曲 怕被發現又遭到一頓獨島 哇 也有沒有那麼兇啊 那 並把所有動漫東西拿去丟 說整天不讀書 只會想著玩什麼的 而且當時讀書時期 因為家裡對成績壓力很大 父親的那種 口守不留情的人 哇 會打真的怕 記得有真的狀況要打E3 我開始養成了在外面唱動漫歌的習慣 一 是發洩一種 平平是童年人 卻只有我這麼痛苦的管道 當時的身邊同學家教都沒那麼嚴 二 是 好像只有我能懂歌詞表達的意思 是個傳道者 國中時期的綜合病 好好啊 你也知道是綜合病就好 那沒事啦 總之變養成了在外面或公車上 現在 現在沒有 或公車上唱歌的習慣 想請問 欸最大大 聽一個正常人的觀點 這種行為是否嗆大 不下當 在道德的觀點上有什麼缺陷 想知道 公正的評價 我是覺得啦 在路上唱 我覺得還行 因為你在路上唱 人家也是跟你擦肩而過 但在公車上 這個密閉的空間唱 就是稍微有點打擾人 就算你唱得很好 但是人家可能現在不想聽 人家可能想休息 但我覺得 在公車上真的唱 真的是一件很微妙的事 我覺得在街上 在走到路上唱 走在河邊唱 你在散步的時候唱 我覺得 都還算OK 因為畢竟 人家跟你擦肩而過 不會停留太久 但真的不要在密閉空間 你就想像今天 就像是 就像是小嬰兒在街上 哭鬧一樣 就是他就是一直 不斷發出一個 聲音很吵雜 那今天你的聲音 也許你自己覺得唱得OK 但也許對某些人來說 就跟小嬰兒在 在哭鬧一樣的感覺 有點是持續的 對阿 所以就是 我覺得在公車上的潮是 在公車上唱是不OK的 但我覺得你 其餘的 你走在路上唱 我覺得 就是就算了 偶爾也會聽見路上的阿伯 在唱歌 邊走過去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公車上的阿婆 一直念大佩咒 對阿我也覺得這很不妥 然後另外 有點尷尬 這倒是另一回事 但我覺得 比較 打擾別人這一點 是我覺得不太妥的 好 PS自訴自己的狀態 長大開始工作後 可以 已經長大開始工作了 很好很好 可以慢慢體會他人的辛苦 會盡量 避開他人想安靜休息的地方 或在別人有 帶小孩的場所 也是會修煉 不想帶回小孩 習慣邊走邊唱 邊放著音樂唱 曾經是因為自己 曾經因為自己的聲音特殊 覺得自己很特別 所以我沒去知青 哈哈哈哈 好 這位同學真的是 蠻多想法 蠻多想法的 不過我覺得還好 你都 我覺得很好 你就是有 有 就是會 會 避開一些 公共場合啊 避免打擾人家休息的狀況 我覺得很好 這是很好的 長大後 接觸越多訊息 才發現自己 僅僅是一個外人眼中 有點weird的 怪異的人 但僅因為自己 自 僅因為自我滿足 對 就像安媚說的那種 稠陋的自我滿足 而繼續的人 配上音樂律動白動的手指 依舊漫步在各地 我覺得還好 就是你現在也 你就是沒有在公車上唱歌 不會在一些 狹窄的地方 秘密空間唱歌 不要在電梯裡面唱歌 好好的 就是在路上 一邊散步的時候 哼點歌唱點歌 我覺得 不會太打擾人 然後你也不是 在街上 KTV式唱歌吧 你應該不會就是 突然唱到高潮 然後就 突然就是 標一個高音的話 那我覺得還好啦 沒什麼 沒什麼答問題 OK的 雖然稍微有點 就是 可能稍微有點尬 跟你 同行的人 或是認識你的人 可能會覺得 這個傢伙有點 有點 有點怪 但是我覺得還好 你也不 不打擾別人不會怎麼樣 好了 那 欸 我覺得今天先到這樣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因為 今天 其實我目前看 好像還有一半的量 今天有一些題目 我有點 聊太多了 嗯 那今天我們就先聊到 這一半就好 聊到這一半就好 剩下的 我們找時間 要嘛 好 我們自己先找時間再聊 我們做兩期 那這一期 我們就先做這一半 那今天 我們廣播節目就 先到這邊 那如果你有想要問 其他的問題想要提問的 你都可以在我的 那個 留言箱 都可以在我的問題箱 留言給我 這樣子 我們要說 在那邊 我怕有些難度 你會不會